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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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的第七个女儿 也是武则天和李志的孙女 名为李先慧 武则天在晚宁私生活混乱 养了很多面首 其中以张一只 张昌宗兄弟最受宠爱 此兄弟二人在朝上嚣张拔裤 完全不将朝城放在眼里 对于李氏和武氏家族的人也是冷眼相看 为此很多人背后偷偷骂他们 一天 李先慧的丈夫女言姬和他哥哥李仲盛 在家里议论张一只与武则天的事 结果却被张一只的密谈给听到了 张一只知道后立刻汇报了武则天 武则天作为九五之尊 岂能容忍别人教他蛇根子 于是便把李先慧 武颜姬 李仲盛 叫进宫中掌斃了 但据永太公主墓中出土的墓世明显示 永太公主是死于难产 并不是被武则天给张毙的 后来他的父亲李显纪位后 追封他为公主 伊丽改葬 因此 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坟墓 被贯称为灵的公主 归格于帝王相等 可惜的是 小小年纪就因难产送了命